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享受飞行 乐意去飞行 不管是在苦在累 飞行的话已经是 是我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敢于一决高下的背后 是飞行员过硬的战斗技能 灵活机动的战术动作 是他们制胜强敌的杀手锏 针对不同的战场对手 这对师徒有着自己的一套招法 训练中经常相互切磋 对抗空战是对飞行员打仗能力的最高检验 作为歼10C 歼16 歼20 三型先进战机通飞的飞行员陈刘 这些年他扎根西北大漠 在一次次对抗较量中 不断创新战法训法 整个空战的距离 其实就是跟生死的距离是一样的 当我离你越近 我的危险程度也是越高的 但是我离我离胜利的距离是越近的 所以在这种空战当中 我们是在地面要把飞机的性能和导弹的性能 要算到极致 完了这样才能在空中发挥出来 驾驶国产最先进的战斗机 飞行员们正努力成为 体系作战下的空中指挥官 长期在万米高空进行极限训练 强大的载荷对飞行员的身心都是巨大挑战 但也正是这穿云破雾的次次磨练 让他们有了面对未来战场的底气 对于我们飞行员我们战斗员来说 是保卫这个大家 是保卫这个国家 那我们是必须要一如反过的去出击 去消灭敌人的 当真的有这么一场战争的时候 我肯定把生死支支度外的 英勇顽强的上战场 打赢未来战争就要永成第一 战场无亚军是歼10C飞行员高本超的战斗信条 作为拥有20多年飞行经验的老牌飞行员 高本超第一批改装歼10C 在他眼中挑战一个又一个的新装备 新难题才是飞行的最大乐趣 在打赢的道路上没有第二 你只能去争取第一 你如果想在战斗力上获得更大的突破 必须找到一个更加的切合力 要么是装备 要么是个人的能力 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愿意接受这种挑战 把他的战斗力发挥得更加 对于飞行员来说 戴上金头盔才是站在了自由空战的最高峰 今年高本超率队在金头盔对抗空战中 一路过关斩将 面对辽机被击落的绝对劣势情况 他利用一套创新的攻击手段 率队以四战全胜的战绩夺得金头盔 我现在更主要的经历就是把自己的这些经验 如何交给年轻飞行员 因为未来的空中战场是他们的 把这些飞行员交得更强 翅膀练得更硬 更好地去守护我们祖国的蓝天 我是空降兵雷神突击队女子特战队员陆红威 直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旦之际 我在站位为党庆山 蓝天之上跟随党旗军旗跃出机舱 21岁空降特战女兵陆红威 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深情告白 俯瞰祖国的大好河山 然后看见下面家家户户的百姓 感觉特别自豪 那种作为空降兵光荣的感觉 一下子就出来了 红色的强威柔情温养 但陆红威却坚毅刚强 论跳伞 她是女子挑战六千米高空的勇敢者 论狙击她是一枪制敌的神枪手 在她看来能加入雷神突击队 身着星空迷彩 一跃从天而降 无畏战斗的人生有着别样的精彩 蓝天之上的朵朵伞花 就是我们的青春之花 我的梦想就是在强军路上 书写不一样的青春风华 新时代的伞兵 也可以担当起时代重任 青春有着很多种样子 一个个空天勇士 充满热血 无畏生死的英勇姿态 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来看看我们新一代官兵 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他们激情似火的战斗豪情 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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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擎在后面这 战斗拿含响车 倔强的威龙叙事 戴发疯疯喷着火 爱白血黄魔 任务目标闪烁 我戴进头盔 慢慢关闭藏门那一颗 我穿过远远 我捍卫着天 无畏的兄弟们肩并着肩 扶着过大爱的闪电奔陷 公务不可 是我毕生的山河